菩提 菩提不说外得 你不是说你通过你勤奋修行 你从外面得到一个什么菩提 所政是无得无私 无取无舍的 其能政者无作无止 无认无灭 能政 你修的时候呢 要仿这个坐子任灭 这个四种病啊 就是做一个无心道人呢 第三个呢 是于此正中无能无所 必尽无正 亦无正者 无能无所 能所骁容的时候啊 生灭祭灭 祭灭现前的时候啊 那就是真的无声法人的时候啊 所以呢 我们啊 这个是应该要明白的啊 一切法性平等不坏 那都是圆绝经上的经文 这圆绝经啊 大家有机会啊 应该要 啊 好 圆绝经啊 大家有机会应该好好的看一看呢 啊 这个有此种经呢 我想 如果你能够明白 随便你通到哪一种 一切法法都在其中啊 圆绝 圆绝经 能眼经 能且经 还有呢 精干经 啊 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呢 你一法通使一切法通啊 啊 啊 所以呢我们 要 知道呢 一切法性 头发 头发怎么来的呢 朝白个午餐都知道了 有一次 这个寺院里面呢 做那个无辙法会呀 普共十方啊 不管什么人来都可以给饭给他吃 不管有供养没供养 都应该给饭给他吃 然后呢 就有一个 女子 一个中年妇女啊 就牵一个小孩子 怀里面抱一个小孩子 还一条狗跟着 就到寺院里面来了 到客厂说顶礼知科斯 我也来应供啊 我也来敢摘啊 参加无辙法会呀 知科斯说 你对长度有什么供养啊 他说我很穷啊 没什么供养啊 我剪一点头发给你了 剪到拉出来 头发剪下来 教个知科斯 以这个作为供养啊 这个是修的还可以 他也没有分别 收下这个头发 说好 就给他那两份摘饭 小孩子 跟着走 小孩子一份 签着那小孩子一份 他自己一份 所以说师父啊 不够啊 我还抱了一个小孩呀 又给他一份 师父啊 还不够 我还有一条狗呀 又给他一份 他说师父啊 还是不够啊 肚里面划了个小孩子 也有一份了 还是左相啊 你看是不是左相啊 还是左相 左贫穷相 富贵相 还左什么 男相 女相 左什么啊 左这个大人 有摘饭的相 小孩子没有摘饭的相 人有摘饭的相 动物狗没有摘饭的相 还要左 生出来的人有摘饭 肚子里面小孩子 应该没有摘饭 也是左相啊 反正什么都就是左相 诶 这样子的话呢 马上一说完嘞 这个女的啊 马上就生到虚空之中啊 变为文殊菩萨啊 这狗啊 变作一头狮子啊 文殊菩萨 他起在狮子上啊 就跟他说法了 众生学平等 心随万进波 百孩俱舍尽 其如爱正和 爱正分别心啊 什么时候能够了啊 你的左相的心啊 什么什么时候能够了啊 这个是忘心啊 那 这个是马上就忏悔了 顶你了 顶你文殊菩萨 然后呢 他就 他是大众之中啊 就说我要挖掉 我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呢 有眼不是菩萨 那大众啊 就跟他说 哎呀 你挖掉眼睛没用啊 不如这样啊 你发愿 发动大家 筹集建一个塔 来供养菩萨 那个头发 那头发呢 后面维修啊 头发看得过的呢 很奇怪 有时候是黑色 有时候是金黄色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菩萨的头发啊 不要左相啊 左相就麻烦了 左相啊 一些问题就来了 修行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魔障啊 都要问你左相呢 设法为障啊 心为之扰啊 设法要个境界 障碍住你了 一心啊 给他扰乱呢 要了无怎么样 了无心法 设法不二啊 设即是空 空即是设啊 这时候呢 障碍 障碍自消 这个八个字都会念哦 哪个能个解释 这是口上啊 不是心上啊 不懂得在说什么 只会背呀 有一个女子啊 一个年轻的女子啊 夫妻很恩爱 不幸呢 这个女子呢 很年轻啊 二十几岁啊 就生了一种不治之症呢 就要死了 这两个人感情好啊 这病床前面呢 这个女子就拉这个丈夫手啊 就说这样子了 我们感情这么好嘞 你就再不要娶了 你再不要谈老婆了 否则的话呢 我做鬼呀 我都不犯关你啊 一个乱走向 开始呢 这个太他妈死了 开始嘛 这个男子还好 确实呢 他也心如止水啊 不跟任何人交往 哎 这是缘分所谦啊 没办法呢 最后来呀 一年之后啊 认识一个女的呢 很快呀 感情就很好了 就要很快就要扛婚论嫁了 麻烦也就来了 每天晚上啊 这个男的呢 就看到他过世那个太太在他面前 骂他 你这个忘恩不义 你忘恩不义的东西啊 然后呢 还能够 这个鬼很奇怪哦 这个鬼啊 还能够把他们 把他们两个人 在私人之间 很秘密的事情 他全部讲得出来 他跟后面这个女的啊 秘密的什么事情 全部全部都给他 通通全部讲得出来 天天长了 他就不放过他 哎呀 这个男的啊 就烦恼死了 怎么办呢 就去寺院里 请教师傅啊 师傅跟他说 我教你一个方法 很简单 那 你今天呢 晚上呢 你就首先手里面 抓一把黄豆 然后呢 你那个过世的太太来的时候啊 你就问他 师傅说 你手里面这把黄豆有多少粒 果然呢 这个男的呢 就一 一级行事啊 他过世 他一出现呢 又开始骂他了 说哎呀 你不要着急 我先问你 你不是很有智慧 你不是很灵的吗 我什么你都知道吗 你知道我手里面 有多少粒黄豆啊 知道吗 他不出来了 这个这个女鬼啊 无影无踪消失掉呢 知道为什么吗 啊 左向 这个答案都是左向 答案还是左向 我告诉你 这个女鬼本来没有 这个男的呢 他有惭愧心 很觉得对不住 对不起 这个惭愧心啊 这个忘心啊 就产生一个影子 产生一个影子呢 所以他所知道的东西 这个鬼都知道 其实就跟我们自言自语一样的 但是他随便抓一把黄豆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多少粒 去问那个女鬼 那个鬼怎么会知道呢 知道吗 所以说 不要着相修行啊 这个是说很浅力法啊 修行人啊 也有啊 有个人打坐啊 残定功夫很好 哎呀 这个如如不动啊 心里面不是真的如如不动呢 心里面没有什么忘念呢 后面的麻烦就来了 他每次一上座啊 做一段时间呢 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蜘蛛啊 一个大蜘蛛啊 趴到他面前来 张牙舞爪啊 对着他 他很生气哦 搞了很久了 搞了两三个月都有这个问题啊 一打出去有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他就想 哎呀 我准备一把刀 这个蜘蛛来 我遇到捅死了 但是呢 这人呢 还有点智慧 还知道要依靠师傅啊 他跑去问师傅 师傅啊 我有这个境界啊 我怎么处理呢 我是不是可以准备把刀呢 师傅说 刀你就不要准备了 你准备一只毛笔 涂好墓水放在那里 这个蜘蛛出息呢 你就着这个蜘蛛 这个大这个背上面啊 画一个大圆圈就行了 哎 果然呢 这个人呢 他就听了 果然一上座蜘蛛又来了 马上拿起这个毛笔来 在这个蜘蛛背上画一个大大的圆圈 这蜘蛛马上就消失到无影无踪呢 很奇怪 一下座以后就请教师傅 师傅啊 怎么会这样子啊 师傅说 你把你把你衣服撩起来 衣服撩起来 哦 这个圆圈画得自己肚皮上 你说这一刀捧下去怎么办啊 所以啊 我跟大家说啊 一切障碍 都是因为你取向 业障如会消啊 不取向啊 就消业障了 啊 不取向啊 就消业障了 所以呢 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蜘蛛的故事啊 告诉我们怎么样 修行成就啊 虽然说是一切法 本来具足 不生不灭 但是你真正修的话呢 你一定会经过很多的感光啊 所幻化出来的境界 五十种阴谋啊 这个就需要过来人 需要师傅给你指点了 否则的话你修不出来的 你自己入魔镜 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师傅呢 他不单是跟你说说经啊 讲讲经啊 念一念啊 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怎么样 你成就的道路上面啊 会出现无数的感光上面 的幻象 他要能够给你指点 要能够给你 帮你来如何转化 这个嘛 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的话呢 了物心色不二 障碍之消 我们的手能远近啊 因为是没时间啊 如果有时间呢 我们详细讲一个字 一个字讲啊 起码讲三年呢 一天讲 一天讲 一天讲两个小时的话 没有时间的了 但是有个好处 如果你真正那样子 平下来 决定成就你了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刚才说怎么样 了物心色不二 障碍之消 为什么有这么 这个障碍是 这个境界是你的障碍呢 其实你要知道 心色不二 色心不二 物质啊 环境啊 了物心色不二 障碍之消 我们前面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啊 很多人都会念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也有很多法师解释 也有很多注解 但是有些还是不圆满的 有一些还是不怎么圆满 有一些还是非常圆满 真正的过来人呢 他的解释绝对很圆满的 一般的一文解译啊 或者发翻书啊 看看天台中 看看为时中啊 这个就不一定圆满了 色即是空啊 是什么 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都好理解 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东西 大家都应该容易明白了 一切境界都是无字性空 都是真心所显现的 所以说色即是空啊 凡夫呢 他只知道对待的空 这个茶杯啊 现在在这里啊 这是有啊 等下打掉了 那是空啊 只知道这个对待的空 灭后死之空啊 那么外道呢 他是说断灭空 二圣呢 是西法真空 断见是祸啊 我们那个明白怎么样 要明白怎么样 色即是空啊 你不要以为这个色法呀 一切境界啊 物质啊 一切环境啊 一切山河大地啊 你说色即是空啊 这个就是空无所有了 那你理解错了 这个世界你给我空掉看看 这不是怎么样 不是空掉这个世界啊 空掉你对他的执着啊 空掉空掉什么 就是让你明白 色足法空相啊 都是你真心显现的 是一如的呀 色即是空啊 空即是色呢 真空本性呢 真空的本性 真如妙心呢 真心呢 他是无形无相的呀 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 那怎么办 你要通过四相来反应啊 要通过外在的四相来反应啊 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 轻轻翠足 静是法身 西身静是广长蛇 三色无非 轻近身 轻近法身呢 三显现出来了 一切呢 怎么样 一切外境啊 四相啊 他都能够反应你真心 所以说 这样子讲解 就比较彻底了 就比较圆满了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物质呢 境界呢 一切的境界 一切的山河大地呢 都是无字性空的了 都是真心的显现了 空即是色呢 是真心真如本体 无形无相啊 看不见摸不着啊 通过四相来反应 来显现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 见相就是见性了 见相就是见性了 所以 这个呢 是我们讲解啊 是色法为上 心为之扰啊 了无心色不二 第二重意思 第一重意思就是什么 业障 是因为你着相 不取于相呢 就说业障 第二重意思就是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第三重意思就是讲什么 无情万物分的法性呢 怎么样 我们经常会 规念啊 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 为什么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 这人呢 这人呢可以成佛 我们可以理解 这桌子怎么成佛啊 同源种子 成佛啊 你这个桌子 怎么成佛啊 明白这个道理吗 啊 这巷楼怎么成佛啊 你不是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吗 我们其实这样子吧 这个境界跟我们讲出来了 这个手能眼睛讲出来了 怎么样 一切境界 包括我的身体 都是妙名真心中物啊 啊 妙名真心中物啊 只是因为我们无名 不觉 所以呢 就妄认 妄认少分的 百分之零点几的 少分的四大 为我的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 地水火风形成的呢 是色法呢 色运呢 再加上 受想恒实呢 是不是 就是想象为生呢 想是妄心啊 像是妄设啊 所以说想象为生呢 它归根结底还是什么 色运啊 还是四大啊 还是少分的 地水火风啊 绝大部分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 绝大部分的四大呢 我们把它排开了 认为是身外之物啊 认为是三河大地 日月星辰呢 就认为这个是无情法呀 所以呢 就有了无情 友情的分别妄想啊 那 直处于少分的 四大 自己的身体 排斥掉 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四大呢 仪器在外面呢 就是我们前面经常说讲的怎么样 如大海中 取一幅欧啊 整个大海 你给它排开来 你只是任一个小水泡 认为这个就是大海呢 错得很啊 所以不点破啊 不说透啊 还是不知道 其实怎么样 我们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都是自己真心显现的呀 所以呢 整个华严经讲什么 知道吗 华严经的星要啊 就是讲 静虚空 辩法界 就是一个自己 你只要明白这句话呀 整个华严经就通达了 八十卷华严呢 都在其中啊 我们能够把无名打破的时候呢 就知道啊 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啊 把无名打破了 才真正误到啊 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 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呢 来讲这个心色不二 障碍之消 第二个窍诀呢 是念起为障 了悟念于法身不二 障碍为消 第一个问题是 业障重怎么消啊 第二个问题是 我皈依了十几年呢 念了十几年阿弥陀佛啊 我还是有妄想啊 还是有妄念呢 这妄念怎么办呢 怎么排除它呀 妄念学你排除呢 你排除那个念 还是个妄念呢 最爱之一要知道什么呀 了悟念于法身不二啊 妄念就是法身 直接了断说 妄念就是法身啊 你不要让我师父讲错了 眼睁睁你看了 师父 这师父肯定讲错了 妄念就是法身啊 绝对没有讲错的啦 你看我们那个勇家正道歌啊 君不见 绝学无为 闲道人 不出妄想 不求真 无名实信 既佛信啊 无名 就是佛信啊 无名实信既佛信啊 幻化空生 既法身 法身绝了 无一物 本源自信 天真佛 真正大彻大悟的人 才说得出来呀 你没有一个入处啊 我们就能说 没有一个入处啊 你还是不知道 他说什么啊 只是指着于文字 向表面去想啊 念起为葬 了悟念于法身 不二呢 障碍为消 这个啊 我们要分 详细讲啊 分八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呢 念起为葬 你认为这个妄念啊 是你的障碍 要想着如何降服 这个妄念 这个还是见地不够啊 见地不透彻 其实怎么样 妄念与烦恼 都是法身 本觉智慧相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呀 妄念与烦恼啊 都是法身 本觉智慧相 妄念就是本觉 本觉智慧相啊 本觉是什么 本来具足的 决性 也就是呢 我们人人本有的 灵明真心啊 法身呢 是根本 妄念啊 烦恼啊 是法身本体的妙用啊 好像有水啊 还有波浪 水是根本啊 波浪呢 是这个水的动荡的相啊 所以呢 法身呢 是根本 妄念呢 是法身的呢 本觉智慧相 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讲呢 法身本体 具足无量光明 就是一个大光明障 你看佛放光啊 彼副光明无量 照实方果 无所障碍啊 为什么 阿弥陀佛为什么能够 照实方果无所障碍 你能不能够吗 你也能啊 你本来就有啊 那法身呢 不神不灭的法身 本身就是个大光明障啊 所以啊 我们这个大远妈妈修法 他就破嘎 就叫你看光呢 透过眼睛 这个 讲一点点 还想讲一点点 说不说的倒是你的事呢 啊 这个我们传承以后 怎么样 坐在山坡上 坐在草地上 眼睛看虚空呢 看光呢 怎么看知道吗 这原点是吗 你知道吗 我们说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 好像那红宝石啊 那红宝石它本身有光力 那光要激发它 它才行 它才会 才会显出来 怎么显 怎么激发它 用一个镭射机啊 去激发它 然后它本身特有的那种频率 光频啊 显出来的 反正我们眼睛啊 透过观察 这个自然的日月星辰的光啊 它激发本具的法身的大光明障 原理其实就是 执托卡 修法就是 其实就是说过就这样子的 听一听好了 没有根基的话 中一个种子来 真心发出来的光啊 才是真正的光明啊 真心发出来的光啊 是没有障碍的 没有来去的 一刹那种的变满法制的 这个物质的光明怎么样 物质的光明 它虽然光速很快呀 但是怎么样 还是还是要有一个先后啊 但是我们的自信的真光啊 真心的 本体的真正的光明啊 这个是辨识方界无有障碍的了 着相的时候呢 我们着相的时候呢 就生妄念 这个生妄念的时候还是有光啊 你别说我没光啊 这种光就是妄光就不是真光 你看那科学家啊 用仪器拍摄这个人体啊 你照这个人体 你照着怎么样 这个人的身体周围有一层光啊 七到八厘米啊 一层光啊 这个人体本身的妄光啊 妄念的妄光啊 身体周围还是有一层光的了 但是那不是真光啊 妄光啊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要知道妄念和烦恼啊 是本觉的光明相 妄念和烦恼是本觉的光明相 这个就是我们就讲到新妖了 什么新妖 妄念和烦恼是本觉光明相 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能够觉察 我有妄念 觉察 你不要跟他走啊 你也不会被他所转啊 你起妄念你知了他 马上的妄念就空掉了 就这么简单啊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念起即觉 觉照即空呢 很简单的呢 那 万念起的时候啊 我们呢 能够 我们正在念佛 正在打算 能够觉察这个妄念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那个也是光明啊 还是死觉光明啊 这个妄念 我们说 这个妄念是本觉光明 能够觉察妄念是死觉光明 妄念里本觉光明是母亲啊 能够觉察妄念的光明是儿子啊 子光明啊 光明母子相会啊 你就成就了 说透了就这样子 这个心法 跟你说透就这么回事 都是你 你没有根基 你听也白听了 你有根基啊 当下就误入了 我跟大家说透 这一句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 前面我们也想细说啊 简单说一说啊 我想呢 最后呢 圆满了 我们还是给大家透一个消息 透一线消息 万念一起 你就看见他 你不跟他跑 你不理他 马上呢 他就转空了 本来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修行的死觉光明啊 为什么是有光 为什么说是光明 念头一起的时候 你就能够照见呢 你起了妄念 你能够知道 你能够照见他 什么东西能够照见 光明才能照见 所以说他就是光明啊 那就是死觉光明啊 所以啊 有些修行人呢 他很怕 很怕妄念啊 很怕烦恼啊 他说哎呀我念佛啊 念得不好啊 向师父忏悔啊 念了很多年呢 还是有很多妄想呢 他就不知道怎么样 你能够知道有很多妄想啊 这个已经有进步了 你就不要怕了 你不念佛 你还不知道你有妄想呢 讲个笑话呢 有个有个卖豆腐的呢 看到师父门天天打坐啊 他也跑去尝尝里面坐 坐一支箱啊 坐完他跟师父说 师父啊打坐还是好啊 师父是怎么好呢 我想起来呀 二十年前啊 某某啊买了我豆腐啊 差我两块钱啊 不是打坐我想不起来呀 这只是开玩笑 怎么样 你没有修行啊 你终日就在妄念之中啊 整个妄念把你包围了 你还不知道啊 你还认为你 你还认为你很清醒啊 整个一个糊涂虫啊 所以呢 现在我们知道有妄念了 知道自己起了妄念了 这个是好事 这个死就光明 不要怕 怕什么 转过来就好 所以呢 妄念起来 你能够照见 就能够转过来 这个就死绝光明啊 你对妄念 你不跟着他跑啊 你全神光注的 你不跟着他跑 你就可以全神光注的 去修行啊 去念佛啊 去光想啊 去持咒啊 去诵经啊 都可以 这告诉我们 是不是 告诉我们怎么样 转妄念啊 怎么样转妄念啊 那你能够心念 绝光明 绝察妄念啊 照空他 这个是死绝光明 本觉光明啊 是体光明 本体的光明 死绝光明呢 是道光明 死绝智慧啊 就有道光明了 那那个是本觉离体啊 体光明是母亲 道光明是儿子啊 两个光明 本体上面都是一个啊 我们现在是方 只能够这么说 只能这么跟你说 实际上本体还是一个 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说我们才明白 哦 念与法生不二啊 现在才能够明白 念与法生不二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光明拇指相会啊 光明拇指相会 你的成就呢 第五个方面的窍诀说什么呢 我们不是都听说到一个 忠有教授听闻解脱法吗 这忠有教授听闻解脱啊 是不修而成佛法啊 这个很诱惑人的了 不用修就成佛了 不修而成佛法啊 它的原理是什么 就在此地啊 我们已经把这个原理讲透了 这人呢 命中呢 人命中的话 那是身体吧 那是四大地水火风啊 对不对 明白吗 坚固的牙齿 骨头地大呀 身体里面有水分呢 身体里面有水分水大呀 小孩子身体里面90%是水 那 成年人的70%是水 这个人要死了 身体里面只有50%的水 就差不多要走了 这人呢 是干枯了 那小孩子的皮肤很有光泽 我们老了有皱纹了 好像师父一样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水呀 这水呀 扫掉了 知道吗 这水扫了 水大呀 所以说 你能够清净你的水呀 你就少生病呀 能够清净你的血液呀 你就少生病呀 知道吗 这个是长寿的法啊 很简单的呢 不要去吃什么人参 清净你身体里面的血液 你就可以长寿 血液怎么清净呢 你少几万年少生烦了 一万年一动啊 提了就产生毒素 产生毒素呢 这个血里面就有毒啊 就是脑梗塞啊 什么心肌梗塞啊 什么什么问题都来了 那 冠心病呢 都是这个问题都出现了 就是你血让他清净啊 就好了 身体要健康啊 心心要健康啊 灵要健康 灵性要健康啊 身心灵都健康啊 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身体有温度啊 那原来非典的时候啊 出去啊 走到那一个卡 要量量体温呢 你38度 对不起 你不要动呢 关起来 看你是不是非典了 这个温度啊 是火大 有呼吸啊 是风大啊 避水火风啊 人呢 命中啊 身体的四大呢 就分散了 分散以后的话呢 这个眼耳鼻舌身呢 这个五根呢 他就失去了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摄取外境的功能 失去了 我现在我眼睛有 摄取外境的功能啊 我眼睛看 哦 这个外面弥勒菩萨 看到了 啊 摄取外境啊 他有这个功能 死以后的话呢 因为地大 地水火风 四大分散了 所以以后呢 是个五根呢 眼耳鼻舌身呢 五根呢 他摄取外境的功能啊 就失去了 就没有了 失去以后的话呢 这个人体里面啊 啊 他这个 持命器啊 啊 根本的这个 不怪明点啊 分开了 然后怎么样 然后自信的光明啊 自信的光明 这个说什么法呢 就是 自信的光明呢 他就显现出来了 就是母光明 我们说是母光明啊 就是母光明啊 就是我们的 离体的光明啊 本觉的光明啊 嗯 这个母光明啊 他就显现出来 所以呀 我们说 我们一般同学 我不知道 他说 哦 人死以后啊 他就在地上 就算说 哦 四十九天啊 这一座服饰 他不知道 那个四十九天 怎么算的 你知道吗 死了以后 断了气了 就开始算 哦 一直算 算到四十九天 你错了 前面的三天半 是不是算的 三天半以后 才正式算 为什么 前面三天半 就是母子光明啊 有机会啊 那母光明 在现前的时候啊 这个三天半 到四天的时间呢 这人呢 虽然死了 但是的话呢 他并没完全离开 他这个 啊 这个母光明啊 会现出来 三天半的时间 大概会现两次呢 会现两次 现两次 每一次 不过时间很短的呢 可能十几分钟呢 哦 你有功夫啊 也就够了 十几分钟 你就可以成报身佛啊 你能够保持一个子光明 母光明现前的时候 马上来切合他 当下就成就啊 哎 是报身佛啊 嗯 清静法身 毗禄之落佛 圆满报身 如死落佛啊 圆满报身啊 啊 祸无不尽 智无不原啊 啊 这个样子的 报身佛成就了 嗯 所以啊 你真正的 有本事啊 你就可以呢 成就报身佛 嗯 说是说了 嗯 修了 大部分是不知道 怎么修理 嗯 第六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念佛 打坐的时候呢 嗯 你就要怎么样 要 随时保持光照 这个很重要 互持正知与正念呢 正念你念阿弥陀佛 就是正念 啊 你这个念阿弥陀佛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正知在呀 你一离开马上 正念一离开马上把它拉回了 这个很重要的 你不要跟着 不要跟着疑惑走 不要跟着烦恼走啊 那精进修行呢 功夫纯熟的时候 功夫熟练的时候 就可以呢 当下 同底脱落 当下啊 内无身心 外移世界 当下呢 也就是 只光明 汇入母光明的信函 形成一个大光明障啊 第七个方面 也就是说 我们原觉经上所教导的 一个窍诀 居一切时 不起妄念 于诸妄心 亦不熄灭 居一切时 不起妄念嘛 任何时候呢 都要不要忘记 那怎么样 造而 无造 无造而造 造见事物啊 不被事物所转 这个本体光明 那这个是本体光明 于是妄心 亦不熄灭呢 没有什么排除妄心的心呢 没有取舍的心呢 没有取纪念 舍妄念的心呢 没有取舍 没有排除 为什么 这个妄念 烦恼 还是 本节光明呢 为什么 念与法身 不二啊 妄念与法身 也是不二的 对呀 还有一个 第八个方面 这个是对于那些 有一点证悟的 我们前面说的 什么 光明上目的呀 有一点 有一点相应的话呢 这个就比较 就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 那 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的话 你能够了解 了悟念与法身 不二 障碍为消 能够消除这个障碍的时候呢 你就会 就怎么样 它会产生光明 会产生快乐 生乐明极 愉快 无念 很像是 历念 方便 和般若的 种子字 就可以破除 贪着功利的 一个皮壳 一个障碍 就是说 你在修的过程中间 还会有一层障碍 什么障碍 你修以后的话 它自然还会产生 大光明 然后呢 会产生很大的乐受 乐受啊 犹如四残天天人的乐 觉得很快乐 很愉快 一般的话 微信 这时候会贪着于这个境界 这时候会贪着 会执着在这个境界上 你一贪着在这个境界上 你就不能再往前进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个障碍啊 这时候呢 就需要师父给你传一 传一点点俏据 现在这个不能讲了 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 有这么一条路就行了 你修这个地步呢 就可以跟你讲了 我们说个禅宗的功了 他就可以明白 有一次啊 我们这个 潮山禅师 潮山禅师啊 上堂说法 有一个僧人呢 出来顶礼 求法 说 朗月当头时 如何 明白说什么吗 朗月当头时 如何 一轮明月照在你头顶上 照在你头顶上的时候 是什么境界 怎么修 实际上啊 这个出家人修行 已经很好了 他就是怎么样 他的功夫啊 做到呢 就好像一轮明月呀 朗照当头啊 随时在他头顶上 照耀这个样子的 心里面啊 充满了光明 身心充满了光明 所以呢 他就出来问潮山禅师说 你看我的功夫啊 可以了吗 潮山禅师就要打他 游室接下汗 你还站在台阶底下呢 你还没有灯坛入室呢 你还没有进门呢 还差得远呢 你不要以为 你心中间充满光明 你就沉呢 他差得远 那么这个出家人 马上就说 请示接上街 那请师傅呢 方便呢 接我上来呀 接我灯坛入室啊 潮山就说 潮山禅师就说啊 越落时相见 太阳 不是 越来落下去的时候相见啊 什么意思啊 你生起这个乐明无念的像的时候啊 能够破除对于乐明无念的执着 那时候呢 就相应了 那时候呢 就是念于法身不二啊 这个是我们讲第二个效果了 八个方面呢 然后呢 我们看第三个效果呢 本体起战呢 了物本体设法非二啊 战外消除 这个也是针对我们前面第三个问题来的呢 什么时候啊 是成就了 你知道什么时候成就成就了吗 了物本体设法非二的时候是成就了 我们昨天说修大悲咒啊 你修到全咒四心 全心四咒的时候 是你成就的时候 就一切法呢 都是了物本体设法非二的时候 是你成就的时候啊 障碍消除啊 也就是怎么样 顿时能够得到解脱了 能够真正了物这个就马上可以解脱了 这心大理体啊 我们所说怎么样 我们所说的 根尘脱落啊 禅宗所说的根尘脱落 能所双亡 这八个字啊 自成就像啊 根尘脱落是什么意思啊 色心大理体啊 他就可以显一切法师的妙用啊 这时候呢 就没有能修所修啊 没有能修的人 没有所修的法呀 涅庞自信 聚啊 都是呢 这个涅庞自信呢 都是我们本觉的 至光啊 修身本觉自光啊 修身本觉里 智慧光明 全体必现 力正无上 正等正觉 成佛啊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明白 明白几个字 色心大理体 也就是根尘脱落 也就是根尘脱落 你明白这根尘脱落啊 是个字啊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成就了 第一个方面色我们知道呢 是我们这个色身呢 这个躯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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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心呢 是指我们凡复的这个妄想执着力 分别的 妄心呢 啊 妄心呢 我们的妄心呢 执着于这个躯壳就是我 这个就是身见了 那 武力使啊 啊 身见边见斜见见 见取见 借近取见了 武力使之手啊 是身见了 所以这个可这个壳子啊 这个躯体啊 是什么 是无名壳子呢 你脱不脱啊 你不能够色心大理体啊 不能够根尘脱落啊 很难成就啊 很难成就 他这个无名壳子啊 你不要说一天到晚照镜子啊 擦纸粉呢 没有什么用的呢 这无名壳子上面你擦什么啊 所以啊 这个色心大理体啊 就是不再执着于这个躯壳是我了 哎 这时候根尘脱落了 这个无名壳子一打破呢 法神的妙用啊 就真正的显现出来了 你念大悲咒 念到全咒是心呢 咒就是你的心 心就是你的心就是咒 咒就是心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成就了 第二个呢 是于一切时一切处绵密用功啊 对一切境界不理不睬 久久 精进休息 突然打开本来 人所双亡 根层脱落 顿时解脱 你能够真正的做到啊 你听了以后你能够真正相应啊 在一切时一切处啊 都可以绵密用功啊 不要左向啊 你不要这么说 我在佛台里面 我念不明明啊 我才是修行啊 我平时不是修行啊 你搞错了 哪个哪个时间 你不可以修行啊 穿衣吃饭睡觉 什么地方不可以修行啊 什么事情不能修行啊 都是修行啊 不要执着啊 不要执着啊 一切是一切处修 这是我希望大家树立的一个一个一个证件啊 不是说你拿起经文啊 那才是修行啊 在一切境界上面去修啊 那你能够这样子了解以后绵密的去用功他绵密保任啊 绵密保任以后呢 突然功夫纯属啊 会有一天突然打开 打开本来呀 能锁双亡 能修的人 所修的法 双亡啊 根层脱落啊 根与层脱落了 色心大理体 这时候呢 顿时解脱 这个法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还在说一些见修的法呢 见修法 第三个方面见修法就怎么样呢 根基不够了你就慢慢修 修 修四禅八定 九次立定 先是修出注 出注啊 出注安落波落啊 安波手一斤呢 观察你的呼吸 出息和入息啊 观察去数 诶 然后的话呢 色心而数啊 渐渐的你这个气息调和 心不磁散 心不会向外面去磁散的时候 这个就是出注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 念到能够把心细在佛号的时候 不会向外磁散的时候 就是出注的时候 这是基本功啊 然后是细注 那细注呢 你前面的出注的功夫 足足足足的增进呢 心念就渐渐的细了 渐渐的少了 还是有 我们念佛的人来说 就是说 你的心啊 与佛号打成一片的时候 就是细注啊 然后呢 就叫我欲界定 欲界定的时候啊 他的正量是什么 厚然开朗啊 这个人好像觉得 好像一下打开来一样 这样子厚然开朗 好像一个千年暗示 突然一下子把门拉开来一样 厚然开朗 然后怎么样 身体力还是有 但是呢 这个身体啊 就好像云彩一样啊 好像影子一样 是欲界定的 欲界定 然后呢 就是说未到定呢 出场未到定呢 欲界定到出场之间 还有一个未到地定呢 出场未到定呢 就是你的身心世界突然化空 都是修行境界啊 有一些我们 我知道有些法师修过场定呢 就可能可能听到 会知道怎么样子 一般没有修过还是不知道 就听一听而已啊 嗯 神仙世界啊 忽然化空的时候啊 是出场未到定 然后呢 再往上就进入出场了 离生喜乐地定啊 离生喜乐地定呢 那这时候呢 啊 内部见身心 外部见世界 有八处 有十功德 有八种处啊 有十种功德 啊 八处呢 动痒 轻重 都是很舒服的 你不要认为是是是很难受的啊 就是 痒啊 身上痒啊那样子 一点痒的觉受 但是呢 不是不是我们这种痒呢 啊 然后呢 人暖滑涩 有时候觉得很光滑 有时候觉得好像很粗糟啊 人暖滑涩啊 啊 然后呢 实功德啊 空明定慧啊 日乐啊 乐明无念呢 都在其中了啊 不用我们不用多说了啊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见识见识的上进啊 啊 离神喜乐的地 再到定神喜乐的地 来自于飞响飞飞响出地 再到受想灭尽定 嗯 这样子的坚持的上进啊 第四个方面呢 啊 是我们说 法身本定 本呢 本来呀 不来不去呀 不有动摇啊 没有能修的心啊 没有能修的人 没有所修的法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呢 这时候怎么样 要防止两种病 一种是狂慧 一种是死定 主师有一个记者说 心心记记事 记啊 心心记记事啊 心心妄想飞 能够灵明不昧 又能够呢 如如不动 就是心心记记啊 心心妄想飞 那万念纷飞 还是很多念头啊 这个是狂慧呀 啊 记记心心是 记记无记飞呀 你在那个寂静不动的中间呢 现在这个无记状态 这还是一个死定呢 啊 死定了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说 在我们能够真正把无名打破的时候呢 就可以知道 迷 也不可得 物呢 也不可得 你不要只做一个物啊 那 佛性啊 不属迷雾 绝大圆融啊 没有什么弥合物啊 即使他给这个无名重重重包裹啊 本性的光明呢 还是依然存在的 那 没有真没有简呢 啊 你 成佛呢 这个本体的光明也没有增加一分 你做地狱呢 这个本体光明也没有减少一分啊 也没有减少一丝好 所以说啊 唯学日益唯道一损呢 这个一损呢 不是损 不是损这个本本体的光明 而是损什么 损无名喜气啊 天真佛性啊 没有迷雾 没有真简的了 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呢 本体设法非二 因为我们的无名概父呢 所以虚妄的执着 虚妄的取向 使这个佛性呢不能显发出来 我们假明呢 就说他是迷了 用上面你确实是 如果你执着 他是使用 你确实是很痛苦的了 只要我们修持 精进修持 打炮无名啊 力士练心呢 不会对劲啊 不会对劲呢 去生妄心呢 不会妄之妄许啊 消消除习气啊 就可以 恢复 我们自信本有的天真佛 本源自信天真佛啊 这时候呢我们就假明 说他是物 那所以说 无名实性 即佛性 幻化空生 即法身 啊 法身绝了无一物 本源自信天真佛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 第六个方面呢 就是说啊 啊 了物本体 设法非二啊 啊 就是怎么样 妄念 灭出呢 清净水德 啊 好像波浪停歇下来呀 就是清净的水啊 所以呢我们还是归纳一下 这个三个窍诀 归纳一下如何修啊 我们这个经文啊 这个手能眼睛后面也讲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窍诀 什么呢 当处出圣 随处灭 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修法呀 一般讲经理法师不会把这个说透理了 所以你不要认为的金刚圣啊是很秘密的东西了 其实不是的了 你要有那个远回有那个传神金刚圣金刚圣 它是最显明的东西 为什么 他非常非常细致的跟你讲解了 我们的手能眼睛啊 那都是真真秘密的 为什么呢 他几个字你不知道说什么 你就 你上面好像你明白了 他没有很细致的说 你还是不知道说什么的 所以呢 你看我们说这么多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那三个问题啊 什么设法为战啊 心为之扰 了物心色不二啊 障碍之消啊 又了物愿于法身不二 了物本体设法非二啊 讲这么多 你知道是讲什么吗 归来想 归来想 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知道吗 再讲四个字啊 你看我们今天讲两个小时就讲四个字 哪四个字 修正了义 这题目上面你如来命 修正了义啊 你以为是从哪里啊 哈哈 你以为这个修正了义 这四个字在哪里啊 哈哈 就这个经题上面啊 你知道吗 哈哈 问你说啊 如果我说这个四个字啊 如果再要说啊 说 说具体修行方法 说得很细很细啊 想一天都可以讲呢 不过啊 我有时间讲啊 你也没心情听啊 这是不是好啰嗦啊 哈哈 所以呢 你看我们今天讲讲一讲一讲半天啊 就讲这个是个修正了义啊 再归来就是一个字啊 修啊 了义的修 最究竟的修 最高的修 怎么修啊 啊 你知道了 知道了 如来密音啊 知道了 如来密音啊 怎么去修啊 修正了义啊 所以呢 你不要认为那个金刚症好像很秘密啊 你没那个缘分 当然就很秘密了 有这个缘分 它是最显明的东西 给你很透极 很细致的讲出来 我们这个倒是秘密的 我们这个手能眼睛啊 能切金啊 倒是真正秘密的 能切金啊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 那个 确实是很难懂的 没有人讲啊 你觉得看不懂 为什么 信中 相中 全部 信中 相中啊 全部的理论精华根本都在里面 啊 我们说法相维持啊 法界啊 法性空会啊 法性元 那个啊 啊 包括我们这个金 所说的呢 法界 元诀啊 法相 法性 法界呢 他的核心呢 心药啊 都包含在能切金里面呢 这个能源金里面也包括呢 嗯 所以说啊 说透了并不秘密啊 没有说透你你就这么听啊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来听来讲啊 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讲了还得了啊 讲讲十天还讲不了一夜啊 就麻烦了啊 所以呢 我这是说怎么样啊 最后一天呢 我们圆满了 给大家啊 不管是修禅 修静谱修秘啊 不管你修什么啊 给大家呢 通一线消息啊 让大家怎么样 实信 有奇特事在啊 啊 中间还是有它很具体的 很深入细致的修法 你不要迷迷糊糊说哦 万法为心 心包万法 哈哈 可你回念了 你知道是说什么 知道怎么修吗 笑死了 听到十天啊 只会 心里面有个影子啊 这个影子还是六成圆影心啊 所以呢 我们要明白了 我们归纳一下啊 怎么修呢 刚才说到能源金山里八个字啊 当处出生随处 灭尽 这八个字很重要啊 这个八个字就是修行的心妖哦 你面对境界啊 如梦广泡影啊 如何修啊 面对境界 你就用这个八个字去修 那 面头才一升起来 你就造它 对不对 面头是本觉啊 本觉光明啊 你造它是死觉光明啊 面头一升起 你马上造它一造它 它马上就灭掉了 灭掉它又没有痕迹 这个就是叫做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 所以对于念头啊 对于妄念啊 你不要去灭它 你压你压这个妄念干什么 你说哎呀我念佛好多妄念啊 我很烦恼啊 那个妄上加妄啊 错了 所以念头啊 起灭同时的呢 我们说个比方啊 好像 一个水 一个水 一个水塘啊 我在水塘上面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 我念头一起啊 就等于我在我的心水啊 心水的大海里面画了一个圆圈呢 明白吗 然后怎么样 随处 随处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 我手指头一拉起来 这个水塘的圆圈在哪里啊 没有嘛 对不对 既会既消啊 念头自灭啊 就等于你这个 学生画一个圆圈啊 过后呢 就了无痕迹啊 是如春梦 是如春梦 了无痕啊 中国文人的这个 慧悦文人呢 说的 写的诗还是很有很有诗意 很有文采啊 但是没有正道 过后呢 痕迹都没有了 那所以既会既消啊 本皆清净了 所以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明白 这点文一幅说啊 这点文一幅说 我说法四十九年 实际上呢 没有说过一个字 就是没有吧 佛陀你说了四十九年的法呀 三占十二部 两万多件金呢 要堆一间房子 还还装不像呀 怎么会没有说一个字呢 这个我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 什么叫做没有说一个字啊 确实是没有说一个字啊 你认为 你认为他说了很多 那只文字像啊 确实是没有说一个字啊 那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呢 那 所以呢 念头啊 起灭同时啊 随化随消啊 还就我们的水面上 画圆圈一样 随化随消啊 所以呢 祖师说啊 青山圆不动 白云自去来 真如本里啊 如如不动啊 没有来去啊 你妄念再来来去去啊 你要理他干什么啊 你造他就好啊 据此妖妙 无论所生 适合返老妄念 皆显为法身 妄念 尽为智慧 为缘成为助磅 返老成为道痕 这个是说的很 很究竟圆满的法咯 啊 妄念尽为智慧啊 妄念都显为法身呢 嗯 你为什么也灭妄念呢 不需要啊 啊 逆圆成为助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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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